《針言》第24章 《針言》第24章 你的力量实在微小 人若无端被判处死刑 你要踏救 当他们门山走向死亡 你要拯救 不要走藉口说 我们不知道 上帝晓得人心 他监察你 那守护你灵魂的 知道你是知情的 他必要照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我的孩子 吃蜂蜜对你有益 蜂巢的味道 甘甜可口 同样 智慧能使你的心灵甘甜 你若找到智慧 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你的盼望 就不会断绝 不要在 二人的门外埋伏 也不可偷窄 二人的家 二人就算跌倒七次 也必重新站立 但一场灾难 却足以击垮恶人 不要因仇人跌倒而欢喜 也不要因他们叛倒而高兴 免得上主不喜欢你 使他的愤怒离开他们 不要为作恶的人苦恼 也不要窄到恶人 因恶人的前途 他们的光必被熄灭 我的孩子 要敬畏上主和君王 不要跟叛逆的人来往 再难 必会突然临到他们 上主和君王 要施行的惩罚 有谁知道呢 以下 也是智慧人的话 在审判时 有所偏袒 是错误的 对恶人说 你没有罪的审判官 必遭众人就座 必受列过 谴责 将罪人定罪的 必是事亨通 各样的福祉 必临到他们 诚实的回答 如同朋友的亲民 你要事先筹划 预备土地 然后才建造你的房屋 不可无故作证 陷害邻居 不可诬告他们 不可说 他们从前怎样对待我 我现在也要怎样对待他们 我一定要报仇 我经过懒人的田地 走过无知人的葡萄园 看见沉麻重生 杂草遍地 断壁 我边看边想 领悟到一个道理 再随片刻 再打一个盾 再抱着手 躺我片刻 贫穷就要将 强盗一样来 来襲击你 缺乏就要将 手持武器的劫匪 来攻击你